第四课 话说绿色GDP 循环经济二 目前,一向被视为经济标尺的GDP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这说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人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 挤掉GDP统计上的水分 强化绿色GDP理念 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发展动向 课文 话说绿色GDP 一,什么是绿色GDP? 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 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绿色GDP 绿色GDP的持续收入意味着要调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我们想了解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总量 大概都要看这个国家的GDP GDP主要有两种统计方法 一种是收入法 它是全部要素所有者收入 如工资、利润、利息等的汇总数 另外一种是支出法 它是全部要素所有者支出 如消费品、投资品、净出口等的汇总数 两个数是相等的 GDP能较准确地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总量 表达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水平 但是这种标准用着用着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比如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 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过程 环境和生态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的一部分 由于没有将之纳入其中 GDP核算仍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 有时核算出来的一些数据甚至有些荒谬 例如发生洪灾要修堤坝 这就是投资增加和修建人员收入增加 GDP数据也随即增加 再如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 这是痛苦和损失 但却促进了医疗产业发展 GDP也随之增加 可见有时GDP的增长是通过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换来的 面对这些损失和赤字 难道我们只能是无可奈何吗? 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尝试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有些国家已开始实行绿色GDP 但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 也没有一个国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绿色GDP结果 二、绿色GDP面临着什么困难? 尝试归尝试 事实上 真正要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 还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 一是技术难题 GDP通常以市场交易为前提 一个产品值多少钱在市场销售中才能确认 而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 例如砍伐森林卖原木 原木的销售价可以纳入GDP统计 但因为砍伐而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 损失是多少呢? 还有 凡砍伐森林 无不造成水土流失 这又该如何核算呢? 这些并没有市场价格 我们怎么来确定它们的价值? 专家们提出过倒算法 例如 室被污染的河水变清 大约要花多少钱? 恢复一片原始森林 大约又要花多少钱? 如果做不到 那就是价值无限 另外 有的环境成本也可以用科学来推测 例如 某著名景区近几十年来污染严重 周围的农田、化工厂是主要污染源 如果将这些农田和化工厂几十年来的利润汇总就有几十个亿 但同时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如果现在要是湖水变清 如果现在要是湖水变清 将猎五类水变回到二类水 粗算起来 至少要投入几百个亿 景区周围几十年来的经济活动可就亏大了 这还不包括湖内许多原有的鱼类和微生物的灭绝 也不包括对当地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成本 目前 专家们已研究出了不少测算模型和方法 各有短长 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二是观念难点 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 GDP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念 它只反映出国民经济收入总量 不统计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也不反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绿色GDP则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 综合地反映国民的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 一旦实施绿色GDP 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 必然就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 这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 连增长待考核都受到影响 又怎么不会在地方上形成很大阻力呢 甚至有地方干部认为 可见任何观念的转变都是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 3.绿色GDP在国外的实践 早在1978年 挪威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 建立起了包括能源核算 鱼类存量核算 森林存量核算 以及空气排放 水排泄物 主要是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 废旧物品再生利用 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 学习挪威 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 也在芬兰建立起来 该体系包括森林资源核算 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统计 和空气排放调查三项核算内容 实施绿色GDP的国家还有很多 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 如法国、美国等 而发展中国家墨西哥 也率先实行了绿色GDP 在联合国的支持下 从1990年起 墨西哥就建立了环境经济核算范围 此范围包括石油 各种用地、水、空气、土壤和森林 将这些自然资产及其变化 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 通过估价将其转化为货币数据 一条一条 让那些在人们眼里略显含糊 似懂非懂的标准变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先得出了石油、木材、地下水的耗减成本 和土地转移引起的损失成本 然后又进一步得出了环境退化成本 此后印尼、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 纷纷仿效实施 4.绿色置地P与公众参与 许多环境生态因素影响 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发生 要纳入货币核算也是不容易的 国外就发明出了一种 可称为公众评估的办法 例如 某些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 要核算它的生态影响 不同的核算法 有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 所以 环境专家们便诉诸公众的主观评价 围绕这些公共项目 要允许相关的专业部门 与较独立的专家机构 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公众咨询与调查 将支持和反对的意见都讲清楚 最后 请公众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选择 冲着事情关系到自己的身心健康 公众也会做出真实的表述 这种主观评价的数据不但不应被忽视 反而应成为绿色GDP的重要补充 公众参与和民主法制才能保证每项决策 能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 否则 环境保护与建立绿色GDP就只能是热闹一度 最终变成少数人的事而一事无成 绿色GDP核算中主要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有 绿色GDP总值 绿色GDP净值 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 到目前为止 绿色GDP核算只涉及自然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包括环境损害成本 自然资源的净消耗量 这只是狭义的绿色GDP 应该把与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指标 纳入GDP核算体系 因此 在GDP的核算中 必须扣除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GDP损失 以及处理这些事故的支出 扣除社会上各种突发事件造成的GDP损失 以及处理这些事件的支出 扣除为了防范和处理市场不公正 腐败造成的损失 总之 从衡量经济增长的GDP 到衡量资源环境的绿色GDP 最后到衡量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 是一个充满着挑战与希望的事业 得一步一步地走 生词 扣除 投入 统计 要素 支出 国民收入 产出 生态 综合 纳入 核算 荒谬 洪灾 堤坝 损失 赤字 无可奈何 尝试 公认 名义 发布 确认 砍伐 原木 导致 依赖 哺乳 鸟类 微生物 灭绝 无步 无限 推测 圆 汇总 列 亏 模型 完善 深刻 单纯 力求 统一 代价 一旦 实施 连 带 阻力 虾 起劲 忙活 渐进 存量 排泄 物 费用 详尽 框架 率先 编制 略 似 非 仿效 不知不觉 评估 诉诸 咨询 公众 按照 冲 一度 一事无成 专有名词 西克斯 墨西哥 印尼 印度尼西亚 泰国 巴布亚 新几内亚 说话训练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 声词 量化 翻翻 单位能耗 开源节流 专有名词 发改委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办 能源办公室 课间 马克正在阅读今天刚到的报纸 老师走进教室 您好老师 您看 报上有篇文章说 中国的十一五发展目标中 有两个十分重要的量化指标 一是 二零一零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二零零零年 翻一番 二是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源消耗 比十五期末 降低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意味着 从二零零零年起 中国的GDP指标 要十年内翻一番 而能源消耗指标 则是从二零零六年起 五年内降低百分之二十 现在 几年过去了 这个期限也快到了 报上说 近年来 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能源资源消耗也明显扩大 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 2003年 2004年 中国能源消耗增长速度 都高于百分之十五 而经济增长速度 均为百分之九点五 2005年的能耗增长速度 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这种局面 确实令人担忧 2001年至2004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七 而能源消耗年均增长百分之十点九 能源消耗弹性系数 也就是能源消耗增长速度 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比 达到1.3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 能源弹性系数最高的时期 显而易见 如果今后能源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 继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那么能源资源的供给条件 是难以支撑的 社会也将难以承受 这篇文章还说 2003年 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 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2倍 比美国高2.3倍 比欧盟高4.5倍 比日本高8倍 比印度还高0.3倍 事实上 目前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耗 相当于美国的60% 但经济总量与美国的比例不到15% 看来只有降低能源资源消耗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才能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理论上讲 如果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 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那么在现有基础上 不用再增加能源消耗 也可以实现经济总量翻番 所以按照五年能耗降低20%计算 平均每年需再降低约4% 那么这个指标是有希望达到的了 是的 在现有偏高的能源消耗基础上 经过努力 这一能耗降低目标 是有可能达到的 那降低能源消耗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 不外乎就是这么几条 加快科技进步 优化经济结构和加强节能管理 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 节约优先的方针 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促进节约能源降低能耗 GDP翻番要迈过能源门槛 使能源消耗降低20% 说起来就那么四五条 而做起来就并不那么轻松了 所以从2006年开始 每年六月底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办、国家统计局 联合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各地区 万元GDP能耗、万元GDP能耗降低率 规定以上工业企业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和万元GDP电力消耗量指标 是不是指万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能耗 在万元产值中的降低率 以及企业每增加一万元产值 所增加的能源消耗 以及电力消耗等等等等 是的 GDP和工业增加值 采用和2000年的可比价计算 我昨晚看到电视新闻 中国2008年全国GDP能耗较2007年降低4.59% 单位GDP电耗也较2007年降低了3.30% 这是鼓舞人心的消息 说明中国政府真正下大力气抓这项工作了 这些数据以什么为准 又是怎么得出来的 中国这个国家实在太大了 公布的GDP能耗指标 以国家统计局核定的数据为准 由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和能源局三部门联合公布 你在电视里看到的就是2008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 瞧,今天的报纸上也有这个消息 国家统计局公报说 2008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为1.102吨标准煤每万元 比2007年的1.160吨标准煤每万元降低了4.59% 降幅也进一步增大 2007年全国单位GDP能耗比2006年降低3.66% 确保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顺利实施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中国国家这么大 各地方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不过能耗的形势还是很好的 公报数据还显示 除西藏自治区的数据暂缺外 其他所有省、市、自治区 2008年的单位GDP能耗 以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都较上年降低 你看 那些原来的能耗大省下降得最快 比如 单位GDP能耗降低幅度最大的行政区域 是山西省 降幅为7.39%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幅度最大的行政区域 是河北省 较上年降低14.33% 山西、河北都是中国有名的能耗大省 形势还是令人高兴的 单位GDP电耗 除了甘肃省比2007年上升0.09% 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升4.49%以外 其他省市自治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降幅最大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降低10.91% 单位GDP的电耗下降就比能耗稍差一点 还有两个地区是上升的 不过还不错 宁夏回族自治区下降幅度竟然近11% 我觉得这些详细的数据统计起来并不容易 事实上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的统计范围是 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 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除西藏自治区数据暂缺外 公报也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各个地方政府为了统计这些数据要做些什么呢 各地区要研究建立GDP能耗指标考核机制 将能源节约目标逐级分解 明确责任真正落实 听力训练 经济农民探索临下生态循环经济新模式 生态循环 苍树 大栗 两侧 素生羊 菌种 采收 下脚料 转化 有机肥 鸡粪 原始 空间 一举三得 临下养蘑菇 临下种桑树 在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淮柔区乔子镇前茶务村的农民卢振仙 利用自己承包的林地 大力发展临下生态循环经济 走出了一条新路 北京至承德高速公路 淮柔段北台路的两侧 是淮柔区农业循环经济的重点产业园区 2008年初 卢振仙在北台路西侧一片素生羊林带下 市重食用菌50亩 种植菌种磅20万只 发展食用菌棚价三个 目前食用菌正进入采收 每斤香菇可以卖到七八元 同时还可以生产菌种磅600万只 除了自己使用外 还可以以低价提供给别的乡镇的农户 支持食用菌产业发展 这些菌种磅都是利用生产中的下脚料制成的 而食用菌的生产废弃物 还可用于制作有机肥 与食用菌市众区相对的 北台路东侧 500亩整齐的素生羊林下 种植的是饲料桑 桑树可以用来加工成姜叶 作为饲料用于养殖 卢震仙告诉我们 他现在养了五千只鸡 将来的饲料都用饲料桑加工 这样的饲料里没有添加剂 鸡蛋的质量就高 据了解这500亩饲料桑 每年可采收三到四次 喂养五千只鸡 鸡粪可转化为有机肥 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据淮游区林业局的技术人员说 发展农业生产各环节中的下脚料 为原始生产资料 使资源得到循环利用 符合科学发展观 同时这种生产是环保的 保护了生态 也充分地利用了临下空间 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感谢观看